那么能改善糖尿病的中药有很多 很多是双向调节的 因日而异 根据症状 那么现在发现 现代药里发现 这个可以降 改善血糖的中药非常多 首先是益气的中药 益气养人 比如太子参 黄芪 山药 养人的中药 天花坟 葛根 麦冬 五味子 肉桂 养人的药 帝皇 生地 熟地 山芋肉 还有荔枝盒 桑叶 等等 还有丹森 湿户 就是我们的铁皮湿户 还有黄金 都可以有降血糖的作用 同样黄莲 在这中间我们讲黄莲 黛黄 黄莲 现在有黄莲小剥茧这个说法 它可以改善清理肠道湿热 抑制肠道菌群的发生 抑制肠道菌群的对肠道一些食物的分解 从而达到一个降糖的目的 大计量的黄芪 降血糖效果还是比较肯定的 黄芪同样也是双向调节 大量的黄芪 有抑制蛋白鸟 还有双向调节 可以降血糖 改善血糖的目击 包括一些西洋森 益气养阴 都可以降血糖 那么成药方面 比如六味地黄丸 金贵胜气丸 包括我们的益气养阴的 活血降糖 可洛辛 还有一个金利达颗粒 或者益气 降糖胶囊等等 都可以改善血糖 另外活血化鱼药 一些比如生鸡粉 丹森 穿穷 还有鬼剑鱼 凉血活血的 也都有适当的改善血年度 突然达到降糖的目的